其實每個導演真的都有他自己很強的地方 我舉個例子,例如劉偉強 他是那種凝聚力,我覺得一個導演,我們經常說創作 當然劉偉強的創作很好,但他在現場那種凝聚力 那種能夠令大家一條心去充滿那十二個小時 然後他那個力量很爸爸,很厲害 我覺得做導演的凝聚力是很重要的 你要集中大家的能力,跟你一起去拼搏 劉偉強還有速度,這個一定不用多說 劉偉強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處理一些效率很高 但出來的效果很好,劉偉強是這個優點 比如Benny陳穆勝就不用說了,大場面火爆 或者處理一些男性的情誼,你會看到他的功力 我想比較,你說到劉偉強 劉偉強我們也很知道他拍攝的方法 他是組織得很好 在腦袋裏面,未入過片場,他已經組織了 今天要拍些什麼 是不是這樣 可能跟副導演都溝通得很好 因為我看他拍無間道 他是 他截圖很多鏡頭,但用很短時間 可能一兩個鏡頭 就是一個鏡頭 你知道他多驕傲 他驕傲是什麼呢 他的節奏很快,掌握時間很好 你在他身上 是不是觀察到這件事 其實劉先生最厲害的時候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很好的,最上級的攝影師 一個攝影師也是導演的時候 那個強王又出來了 也是那時我小時候 讀電影的時候 都很想學的一件事 就是 當他掌握一場戲的時候 在腦袋裏面 他已經知道多少鏡頭 他已經知道機位要怎麼擺 怎樣去覆蓋 但那種覆蓋又不可以 只是緊緊覆蓋 或者讓那個氣味走出來 他太厲害了 他到現場 我們就是 學習他 我們就是 想他怎麼想 其實他不會很詳細地告訴副導演 當然 去到現場就不是 我們今天10個鏡頭 頭兩個 不會的 只會一來就告訴他 拍完這個 下一個 我們只是要配合他 我們的速度要配合 所以 在那時候我就開始學他 學習他那種分鏡頭 一直拍 處理演員的電影的時候 他同時在分鏡頭 然後發覺這裏 好看 再擺多個鏡頭 很厲害 因為是劉生攝影師 同時他不是一部機 可能是兩部機 要控制兩部機 不容易 很厲害 我們又說 陳穆勝 Benny 你合作過那麼多部 你一開始由哪部 開始跟他合作 雙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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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難得就是 你遺作也跟他有份做 老火 但是老火 其實我沒有完成 我中途就 沒有做 你看到 Benny的 變化是怎樣的 中間也有很多在國內 拍的 你現在這幾部都是香港拍的 是 香港你看到 他那個拍因為他都很厲害 尤其是你去到 前面 雙鴻那些 全實景 我記得有幾場都很厲害的動作 但是去到老火 就已經是 很多是用特技 南部警 但是當然 動作也很厲害 我這種動作 跟我們 雙鴻 比較 很大的 在技術上很大的逆進 我想是那個技術 令到他可能由實景轉做 更多的特技去幫忙 但是其實他 反而 Benny 我覺得是最 consistent 就是由我跟他合作 到最後跟他一步 其實反而他 他是很堅定自己的路線 他很清楚他自己喜歡什麼 他也很清楚 他喜歡什麼 他最殺食 其實他很喜歡男性的情義 就是那種 他是不是很忠呢 我覺得他 他好像他的警察 只是在他的電影才找到 真的很想做警察 很想做公僕的警察 我在他身上 是不是這樣 我想他很喜歡那種警察 因為他特別喜歡拍警匪片 他對警察的角色要求很高 他是真的為正義 他是愛家的 你看到他很多角色 其實都是這種 鋪排 很愛家 很愛太太 但是他 遇到罪惡的時候 他要 義不容辭 自分不顧身去撲滅那樣東西 這件事我覺得是Benny 從來都沒有離開過 所以其實 因為本身Benny這個人 就是一個很正義感很強的人 所以作為一個導演 和作為戲劇裏面要表達的 我覺得女外都很一致 這個就是內面 現場呢 現場執行是怎樣 因為很多人都說他 現場又很特別 因為你都知道他有很多大場面的 所以他的控制力很好 他很清楚 這場戲其實我們要怎麼表達 或者我們什麼是重點 其實他都很清楚 很清晰 但是他亦都會 下放一些位置給我們 你們去做 你們去試 或者什麼 所以他拍的動作 和他很喜歡一些爆破 動作 或者什麼 所以形成我覺得 他的動作隨便 很有他自己的特色 文氣呢 剛才你說的 多數是動作 大場面製作 文氣是說drama drama 完全是 他和演員的溝通是很好的 而且演員很相信他 所以他不需要花很多氣力 去說服演員 他只要很簡單說了那件事 演員就會得到 然後就會 做那件事出來 因為Bandy也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導演 90年代是否開始拍電影 其實如果他 很長 他第一部掛他的名字是《天日有情》 《天日有情》 你有看的了 1990年 還是89年 有沒有看的 我那時候看幾次 那部電影真的 真的要看幾次 因為 是劉德華很好看的一部電影 很精彩 不先年的時候 也很棒 台灣來的女生 很特別 不同香港來的女生 我看過一張照片 好像劉德華前面的頭 你旁邊的照片 你以前的劇照 是嗎 我看過他在網上看到 劉德華旁邊 那時候是否做長機 是呀 那時候拍《決戰紫禁之癲》 他穿著《皇帝衫》 我那時候第一部做長機 在北京 還要拿著那些錄音筆 還是錄音機 以前要錄對白本 要寫 然後 整部電影都要 就是這部 整部電影要配音 他一直演戲 又要拿著錄音筆 又要記什麼 那經驗很難忘 《決戰》 導演是劉偉強 劉偉強 你也拍過劉國昌 是嗎 《我要成名》 《我要成名》 你之後劉國昌拍攝 很不同 是呀 Larry又是另一件事 Larry是追求一種實感 我覺得Larry是 捉的那種實感 捉得很好 人物那種細節的實感 所以 他的戲有另一種味道 最近說回他那一套無人駕駛 現在又重演了 好像20年 那麼多個導演 你覺得你最喜歡自己 覺得 是學得最多的 啟發到你最多的 一定是 徐克 老爺 還有周星馳 除了你幫過他 我跟他拍過《敵人傑》 劉德華做那一集 後面我就沒份了 第1集我幫他做副導演 《敵人傑》也很重要 《敵人傑》在國內成功 是呀 因為那部古裝 剛才老爺拍了《深海尋人》 拍了《女人不壞》 但是 好像找不到一個很特別的出路 但是一去到《敵人傑》 就 開正 老爺的飯 真是 你看老爺 其實老爺是 我認識的老爺 由我看他以前的 《王飛鴻》也好 《東方不敗》 那些古裝片 到了他現在拍《敵人傑》 一系列 《龍門飛鴻》 其實他一直都是在拍武漫片 但他在每部武漫片裏面還有一些新的東西 這是很難的 在一個類型片裏面 他每次都還有一些新的東西 老爺是很厲害的 中國文化也懂 書法也懂 他拍那些關於歷史的東西 他整個字典 他很厲害 什麼都很厲害 美術也很厲害 他自己畫storyboard也很厲害 然後他的動作 他的看法也很厲害 他跟演員溝通 或者他拍文氣也很厲害 對我來說是全才 你跟著他做副導演 辛苦嗎 聽說在現場很難搞 不是 我拍《敵人傑》的時候 老爺是挺好的 老爺是挺好的 因為 我也聽過老爺是出名難搞的 跟著他跟著他 拿命 拿命 被他罵 或者什麼 但我跟他合作 在我印象中 是他沒有罵過我的 他沒有罵過我的 還有 因為 不知道 可能那時候他也很忙 或者他 可能他合作到 有時候你知道副導演 跟導演的關係是 你能夾到 你夾到 或者他相信你 你可以得心應手一點 這樣 所以 《敵人傑》 是很恐怖的 大家記不記得 《敵人傑》有一場是 鬼市 劉德華入了鬼市 那裡有很多水 整個市都是水 就是這場 坐著艇這場 我們在那個景點 拍了兩個星期 現場其實是這麼高的水深 站在那裡 然後我們天天穿著 漁夫衣 老爺沒有拿樓灘 天天和我們下水 天天泡到這樣 兩個星期 天天夜班 哇 他的體力 和他的 真是厲害 有些導演 可能會退泊 你下去弄 我在上面看螢幕 他不是 他衝下去 第一個就衝下去 所以 我覺得老爺真是很厲害 我印象很深刻的 跟他拍戲 這個他出名的 魄力驚人 因為很多故事講的 說他拍那一套 熟山 熟山 鄭兆秋那集還是 鄭伊健那一套 鄭伊健那一套 那一套叫熟山 那一套叫新熟山 奇俠 奇俠 熟山 他吊著那些叫點滴 打著點滴 打著點滴 來現場 潘恒生攝影師都說 看見 發覺 我們怎麼夠隨刻的愛電影 他真是有愛電影又厲害 是我最欽勁的一個導演 你和他拍攝合作了一套 一套 那你已經吸到東西了 你吸到什麼 盡吸了 你吸到什麼 其實老爺拍文器和拍動作 都很厲害 那種厲害的是那種張力拍出來 我們就會說對白說得好不好 或者好笑 他在腦裡已經有一種 他知道這場戲那種力度要怎樣 他經常跟我們說力度 那場戲一定要有力 要厲害 動作就要厲害 文氣就要有張力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職訂購支持